大家好,我是老欧,相同的案件,不同的演绎,欢迎收听老欧讲大案 汇集河是玉东地区比较大,而且是在这个地区比较知名的一条河流 这条河发源于河南省开封市,经过开封起县,商丘市虽县等地至周口市鹿一县,汇入郭河,最终入于淮河 居住在河两岸的人们善良淳朴,祖祖辈辈,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可是,就当时间的转轮转到了公元1998年秋末的时候,开封起县,汇集河边,震惊欲动的骇人大案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欧讲大案 1998年10月27日的早上,汇集河流域的河南省开封市,起县城郊派出所内,来了一位男青年 这个时候,派出所是刚刚上班 他看到骑着自行车来上班的所长刘洪涛,就赶忙地跑了上去 这位男青年叫曹林,他见到刘所长以后,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爱人小倩的自行车在码头桥边上,但是人不见了 刘所长见他着急,就让他慢慢说 曹林说,昨天夜里,他爱人小倩11点去厂里上班,可当班的说,一夜也没有看着他 刘所长试感蹊跷,随即就叫上几个刚来上班的民警,直接转身和曹林一起赶往马头桥 马头桥横卧于汇集河上,是当地人出行的必经之路 因为这个时候时间上早,桥上还没有行人路过 刘所长等一行人来到马头桥之后,便在小倩遗留的自行车附近小心翼翼的搜寻 看看是否能在附近找到有什么价值的线索 很快,一位民警便在桥下河坡处发现了女尸长裤、内裤和腰带等物 随即大声的让所有的民警都过来 在衣服的附近,民警们发现了一些杂乱的脚印,依稀可见 跟随民警一块来的曹林,看到这些衣物以后 当即就表示,这就是她爱人上班时候传的 内心本来就忐忑的曹林,此刻更加是惊恐万分 他知道妻子小倩,凶多吉少了 有经验的刘所长,很快让民警们把现场给保护了起来 随即又用手机向起县行政大队做了通报 让他们赶快的派人过来 由于此地离公安局非常的近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县行政大队的大队长便带领了二十多名行政技术人员 乘坐三辆警车来到了现场 而就在县行政大队到达现场的同时 石华里外的起县五合派出所接到报案 说在辖区内丁庄村东北的河渠内 发现了一具女尸 接到通告以后 县行政大队一行人又迅速的赶往现场 那么这具女尸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原来这一天 家住在五里河乡丁庄村的王老汉 起得特别早 他想趁早用河渠里的水将地浇一浇 刚开始的时候 一切都正常 可是没过一会儿 王老汉看到机器光转圈就是不出水 他就感到有些纳闷 于是他拿起铁锹便顺着水渠走了过去 当他走到了水渠的尽头 发现水泵的尽口被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堵的是结结实实 王老汉顺势走了过去 然后用铁锹一翻 王老汉瞬间被吓得差一点就掉到水里 一具女尸骇然映入眼帘 此时的王老汉早已经吓得是魂飞魄散 他扔下了铁锹就亮亮呛呛的往家里跑 之后就给派出所报了案 当刑警大队的干警 拉着曹林赶到现场的时候 现场已经被掀起赶到的当地民警严密的封锁 几名行政技术人员正在对无名女尸进行检验 检验得知 死者已婚年龄大约在25到28岁之间 身高1米65 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 系被人强奸以后机械性窒息死亡 死亡的时间大约在昨天夜间11点到12点之间 而当同时来的曹林看了女尸之后 她一下子就瘫倒在地上 原来这个女尸正是她的爱人小倩 小倩的衣服是在码头桥发现的 尸体却在十公里外的丁村出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欢迎继续收听老欧讲大案 刑警队队长张辽民分析认为 这两个现场同处在汇集河的上下游 上游发现了衣服 下游发现了女尸 这很有可能是凶手杀死小倩之后 把尸体扔到了河中 尸体顺河而下飘到了丁庄 为了验证 张辽民队长还专门做了个实验 他捡起了一块石头 扔到了河中央 经过简单的测算得出 水深大约为1米75左右 流速为每秒2到3米 根据小倩上班的时间推算 时间约为6个小时左右 而这6个小时完全可以把尸体 从上游冲到10公里以外的丁庄 破案抓凶手 显然成了当下的当务之急 因为此案已经引起了恐慌 由于案发地点 距离县城中心仅仅两公里 一时间附近又有很多工厂 码头桥又是这些工人 上班的必经之路 因此上夜班的工人 每走到此处 无不人心惶惶 尤其是那些青年女工 每天更是提心吊胆 平素一向繁华的码头桥 顿时阴霾笼罩 路冷人稀 码头桥就成了一座恐怖的桥 汇集河也成了一条恐怖的河 千金的重担 就压在了全体参战民警的舰上 为了破案 全体干警夜以继日 他们兵分七路 对以码头桥为中心的 方圆15平方公里以内的地方 展开了地毯式的清场 但是令所有人失望的是 他们日以继夜的清查了整整四天 却一点线索也都没找到 直到10月31日 专案组终于排查出了四个重点的嫌疑犯 但是经过仔细的核查 前三个人的嫌疑都被排除了 只剩下一名叫王云祥的嫌疑最大 经过调查 王云祥24岁 这个人无短身材 是城郊乡西码头村人 独居 从小就父母双亡 1994年春 他因为盗窃被判刑两年 1996年4月份刑满释放 根据群众反映 王云祥经常的咒服夜出 酗酒私事 在调查中 警方还发现了这样一件事 据一位女群众反映 1997年10月 他上夜班的时候 当他骑车途径码头桥 桥南头的时候 被一个男子用武力强行的拖到了桥下 据他说 这个作案人 个子矮矮的 胖胖的 说自己曾经冬过大狱 经过调查 王云祥的疑点 在逐渐的上升 可是 却有几个人 同时为王云祥作证 说案发的当天晚上 11点多钟 王云祥因为饮酒过多 曾经在村子里骂街 不在案发的现场 至此 这起案件 再一次陷入到了僵局 一点头绪也都没有了 案件 没有了头绪 似乎就要变成了无头案 没有办法 当地的警方只能是请示上级 请来了当时飞升海内外的警戒 著名的不乏追踪专家 首批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苗春青教授 来协助破获此案 11月2日 苗教授刚下飞机就直奔案发现场 在码头桥 苗教授对案发现场留下的几处足迹 观察以后得出了初步的分析 他认为 作案者年龄24岁 身高1米65 矮胖 体重70公斤 穿一双41码的运动鞋 走路稍微有点外八字步 是一位体力劳动者 11月3日上午 苗教授有系统的对现场留下的 七十多处嫌疑人的混合型足迹 进行了分析 苗教授手拿着放大镜 从不同的角度 仔细的审视比对每一个足迹模型 屋内静得出奇 在场的参战民警们 无不满含期待 把目光全部聚集在 这位吕破奇案 赫赫有名的专家身上 半个小时以后 苗教授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停留在最后一个足迹上 他随即说道 这枚足迹 与现场上所留的足迹 虽然不是一双鞋 但却是一人所留 真正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这个 之后 他拍了拍手上的泥土 从容的站了起来 对身旁的国安局局长说 这个案子可以结了 苗教授的这种鉴定方法 在技术上叫 一行邪鉴定法 当时这种技术 在国际上首屈一指 苗教授所认定的足迹 正是先前被排除的 王云祥的脚印 下一步的工作 已经很明确 那就是立即的抓捕王云祥 抓捕小组立即行动 很快就来到了 王云祥所居住的西马头村 然而 当抓捕小组来到了之后 却发现 王云祥不在村里 群众反映 他一大早 就拉着一车棉花 去了试园乡棉花加工厂 抓捕小组得到了情况之后 立即的赶往 试园乡的棉花加工厂 而当抓捕小组 赶到了棉花加工厂的时候 发现 这里等着卖棉花的群众 已经排起了长队 抓捕小组 在人群里转了好几圈 也没有发现 王云祥的影子 于是就怀疑 他是不是得到了什么消息 已经逃跑了呢 带队的刑侦大队大队长 张良敏 他却认为 这种可能性不大 怀疑他是不是 因为卖棉花的人太多 又快赶上中午的饭点了 是不是出去吃饭了呢 果然不出张良敏之所料 没过一会儿 王云祥 打着宝阁 哼着小调 大摇大摆的 从加工厂外面走了 张良敏见状 根本就不等他反应过来 带着公安干警 就朝他围了过来 一副冰冷的手铐 就靠住了他的双手 在审讯室里 面对危严的公安人员 曾经入过狱 具有一定的反侦察经验的 王云祥 故作镇定 时尔咆哮 说我没有杀人 放我出去 时尔又干脆 双目紧闭 以沉默 相对抗 但是 在审讯人员面前 王云祥的这点伎俩 简直那就是小儿科 行政队长张良敏 对王云祥的着力演技 不仅不慢 而又目光如刀的 向他问道 王云祥 我问你 10月26日 晚上11点5分 你骂过街以后 向东干什么去了 如此咄咄逼人的问话 着实让王云祥慌了 他很不自然的回答说 我回家了 胡说 你在村西头 面对王云祥的答案 张良敏的反击 就犹如一把利剑 直刺王云祥的心理 听到张良敏的话 此时的王云祥 早已经是方寸大乱 只见他两眼发直 脑门上 浸出了亮晶晶的汗珠 看到王云祥的表现 张良敏 依然是不慌不忙的问他 再问你个问题 你平日经常穿的那双 41码的白色运动鞋 哪里去了 听见了这句话 王云祥更加的慌了 此刻的他 面如土色 两腿也开始抖了起来 审讯人员见十几一到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就厉声的喝完他 王云祥 你到底交不交代 由于紧张 此时的王云祥 时不时的用戴着手铐的手 去抹脸上的汗 嘴里边语无伦次的说着 我 王云祥已经到了交代的临界点 审讯人员决定再加一把火 直接 一名审讯人员走出了门外 对门外的工作人员说 把物证拿上来 很快 受害人的医务照片 置在了王云祥的面前 看到这些证据 此时的王云祥 再也撑不住了 他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 一下子 瘫倒在地 这个从小就父母双亡的王云祥 一直在村里独居 1994年 20岁的他因为盗窃罪被判刑两年 1996年4月 度过了两年狱中生活的王云祥 重新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小村庄 回到村里以后 乡亲们并没有因为他做过监狱 而嫌弃他 都想着帮他脱胎换骨 重新做人 然而乡亲们的想法 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王云祥入狱两年 认为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 在监狱中 他的这种委屈 无处释放 于是 出狱以后 他把两年来狱中的愤恨怨气 一股脑的 发泄在乡亲们的身上 稍有不顺心的事 便对乡亲们张口计骂 抬手计打 动辱 戒酒发疯 寻寻滋事 闹得村里便是鸡犬不宁 1997年 23岁的王云祥 看到和自己一般大的人 都一个个成家立业了 而自己还是截然一身 他就越想越傲嗓 越想就越怒火中烧 罪恶的产生 就在这一瞬之间 当年夏天的一天夜里 喝得醉醺醺的王云祥 对一位夏夜班的女青年 实施了强奸 当天晚上 酒醒以后的王云祥 对自己的行为 也感到了害怕 他没赶回家 天不亮 就逃奔他乡 在外面躲藏了 能有大半年的王云祥 实在是不敢忍受 在外面非人非鬼的生活 于是在一个夜晚 又悄悄的 遣回到了家中 他本以为 警方还在通缉他 可是当他回到家中 却发现家里边风平浪静 似乎什么事 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于是他的胆子 一下就大了起来 在之后 短短的一年时间内 色胆包天的他 在汇集河畔 连续作案十起 先后有七名青年女子 遭到了他的强暴 1998年 10月26日的晚上 他再次来到码头桥上 等待猎物 晚上11点左右 感觉上夜班的小倩 路过码头桥 正好就遇见了 在这里的王云祥 王云祥 强行的把他 从自行车上给摔下来 然后拖到了码头桥下 对其实施了强奸 又残忍的将他杀害 之后又把小倩的尸体 抛到了汇集河中 王云祥 自敢自己做的是天衣无缝 可是他却忽略了一个 人人皆懂的道理 那就是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迷雾驱散 大案终于明昭天下 王云祥 也很快的被判处了死刑 好了 感谢你今天收听 老欧讲大案 老欧讲大案 仅是迷途者 唤醒梦中人 但我会想不懂的 你听不懂的 你听不懂的